我們看25.6 他說這裡有一個電路 這個本來是沒有閉合的 沒有閉合的時候 這個的電盒等於 就是電容器沒有帶電盒 那這樣子 沒有帶電盒的話 這兩端的電壓等於 那是相當於是短路 然後你瞬間閉合 這是短路 所以大部分的電流是這樣流過去 這個幾乎沒有電流 所以 他問 R1的電流 他問R1的電流 這個等效的線路就變成這個樣子 R1 這一組的電阻等於0 所以 通過這個R1的電流 R1等於多少 就HL 變動式除以R1 這樣看 第1 他說關閉後很久 關閉後很久 這個就 等於什麼呢 關閉後很久的話 這個時候電流就沒有從這裡流過來 沒有從這裡流過來 這個 這裡的電壓等於這裡的電壓 這個時候 這個電流就沒有從這裡流過來 沒有從這裡流過來的話 這個電路 就變成什麼 變成是這樣的電路 R1 這就是R2 R1 因為這裡已經沒有電流了 全部的電流這樣流過去 所以R1上面的電流 等於多少 就是這裡的電流 S S 那I 就等於S 出一把A叫R 這是第1小 電流